这是连日本家长都想举报的动画 假如日本不再允许情色内容出现 全面禁止性表达 究竟会发生什么呢 在2015年就有这么一部日本动漫 刷新了观众的下线 看完后 年轻人想不成长升华都难了 在未来世界 日本实行了全面禁止性表达的政策 有关H的一些事物都会被销毁 并且为了让这个政策能够顺利实行 所有居民都被强行装上了一款 微型检测机器PM 他可以对居民的言行举止进行监测 只要做出和色情有关的都会被官方逮捕 这个打击行为已经持续了十多年 日本已经变成了一个纯洁国家 但真的是这样吗 男主要建委的接近自己的梦中情人安娜 不惜努力考上了学姐的学校 石刚学员 可是在据报道的路上 却遇到了一位造型奇特的女孩 在挑战权威 她先是满口婚话 PM对她没有任何限制效果 更是做出了极为低俗的动作 眼看她就要被官方的人抓走时 她竟在大庭广众之下 撒满了围禁照片 然后全身而退 这种行为在国内也被称之为恐怖分子 而奥坚的父亲就是隶属于这种组织 于是来到学校的奥坚 就收到了其他同学的启示 还被行为怪异的科学部部长不破给盯上了 只见对方从奥坚下钻出 她一直以来研究的课题是男女之间如何造小孩 她认为新来的同学可能可以告诉她这个答案 由于不破的言行举止 是真的对知识的渴望 所以似乎PM并没有检测出有什么问题 顶不住了 好在学生会副会长林女 过来替她解围 还邀请她加入学生会 一起维护小圆风际 而安娜就是学生会会长 这突如其来的接近 那奥坚更顶不住 所以她自然不会拒绝加入 而林女的邀请并不是奥坚的主角光环 是因为奥坚之前的学校 是出了名的下流 学生会一直认为奥坚很猥琐很下流 这样对于他们抓捕之前出现的奇特女孩 雪原之亲可能会很有帮助 并且调查结果显示 这个女怪人的真身就是校内学生 而那奥坚万万没想到的是 学生会副会长竟然就是怪人 雪原之亲 她之所以敢自爆 是因为之前奥坚在车站被人误会成流氓 以这件事为要挟 她要求奥坚加入她创立的恐怖组织SOX 一起来破坏社会的工序良俗 但在林女看来 他们的行为是为了给全国人普及 成人知识 他们是没错的 而龙躲避PM检测的原因 仅是通过老师手机给特定号码发信息 就可以有三分钟的言论自由 和林女的第一次行动 是让奥坚假扮成雪原之亲 吸引学生会等人的注意 然后自己来到广播台播放了 果音的合体视频 再搭配激情配音 试图让这里的无知学生明白 生孩子的全过程 虽然大家第一次还是无法明白 但在场上每一个人 都能感受到自己体内的洪荒之力 正在逐渐爆发 然而在他们下次行动的时候 却身份暴露 依旧是奥坚伪装成雪原之亲 吸引诱恶 然而奥坚万万没想到 表面温度贤惠的安娜女神 竟是震度里爆表的女强人 射击台阶一跃而下 眼看最后奥坚就要被抓到了 林女出场替她解围 但是隔壁楼的遭音女 却发现了奥坚 她们的秘密 不过她没有说出去 而是拴住奥坚 让她成为自己的宠物 来帮助自己突破画画的瓶颈机 而作为会遇到这个困难 是因为她最近被恋爱问题给困扰了 而奥坚不敢相信 遭音女的梦中情人 竟然也是安娜 情敌出现了 但是林女却告诉奥坚 自己可以撮合她跟安娜两人 可前提是 需要奥坚拉动早音女加入组织 因为林女看伤了早音女的画工 能为她画出来的围巾照片 肯定会很棒 不过最近安娜是谁都别想得手了 因为她发现自己竟然被人给跟踪偷拍了 于是林女讲出一个法子 那就是她假扮成男生 跟安娜约会 然后看看能否引出那个变态出来 而早音女也从奥坚口中得知了前世 于是尾随其后 在观看的过程 她全程脸红心跳加速 至于奥坚 今天又是女装的一天 安娜跟踪狂果然气急败坏 奥坚为了女生安威 不惜和对方产斗 结果意外扑到了安娜身上 来了个亲密接触 这个吻就像是一个开关 竟然安娜的身体感受到 前所未有的吃乐 她似乎心动了 而这次英雄救美的奥坚 手上祝愿 欲场中的学姐照顾没有出现 反而是部门里的星星学长 乐情似火 而之所以会如此的乐情 全是奥坚女装饰的那一回眸 果然男生到哪里 都是专情的一辟 因为我们喜欢的 永远都是好看的 运动事件结束之后 林女宇就跟早饮女 坦白了一切的真相 她立志要让早饮女 成为组织内的 宫口插画师 虽然早饮女不排斥 甚至是很喜欢 这个组织的开放文化 可是没看过的东西 她根本就画不出来 就在两人苦恼之时 奥坚竟然也被人跟踪了 于是林女宇竟想利用奥坚 让早饮女看到限制极的画面 所以写了一张纸条 让她贴在门口 大致一丝 就是奥坚本能感受到了 跟踪狂的爱 她接受了 可当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 跟踪狂的真身 竟然是安娜学姐 这段时间 她见到奥坚就会避之莫及 但实则 实在压抑那随时 都有可能爆发的火山 现在 一切的行动 都是身体的本能 但好在 林女出现 阻止了最后一步的发生 但自从安娜A上来之后 她并不再掩饰自己 对奥坚狂热的爱 三番五次开始对奥坚进行骚浪 她都狂热 让奥坚对女神的幻想瞬间破灭 可接下来 组织需要面对 来自安娜母亲索菲亚的进攻 因为她提出了 全面禁止对年轻人 补及生孩子的知识 并且 打算将限制居民思想的PM 换成限制行为的铁庞子 林女务必要阻止这个政策 因为这样下去 只为了国家多出一群 高分低能儿 林女得知古金森 埋藏了许多有颜色的书籍 正即将被政府给销毁 为了保护这些文化不被消灭 还要阻止索菲亚的政策 这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可没想到 博珀竟然带着学校的学生 集体来到古金森 其原因是之前 安娜对奥坚的骚扰 让她不小心丢了 早林女的公口插话 为了彻底搞清楚 男女合体的那些事 她带头冲到了古金森 而学校那边因为没人 索菲亚打算让学生 签订禁止法的打算 也失败了 就在林女他们打算庆祝时 没想到安娜竟然也跟来了 她的战斗力是真的强 林女为了找到书籍 只能吸引安娜的注意 而奥坚 只是滚下山坡 就正好发现了宝藏 可是还来不及高兴 就听到林女求救的声音 但是奥坚也打不过安娜 但是在两人眼神接触的那一刻时 安娜的身体 发生了某种奇妙的变化 这糟糕的感觉 让她立刻脱离战场 这就是爱的力量 然后索菲亚不想丢人 在时候竟然强行要求学生签订 禁止法 可是在晚上的发布会时 她手上的文件 却被林女换成了违禁照片 至此 组织作战算是大获全胜 拿接下去的剧情 编剧也算是真正的仿飞了自我 尺度也真的是有些超纲 但整体问题是在人物造型上的 另类开辟 所以真不是我不继续解锁 回归画面 数生数 而这部动漫在开播后 其因为过激的内容 引发了巨大的关注 据说 连日本家长都忍不住要举报 但其设定的背景 真的是格外吸引 只可惜安娜学姐的人物发展 最后只能沦为可有可无的欲望象征 不过对于安娜学姐的声优 我是真的大亲弟的崇拜 神作还是弹片 只能忍者见能 智者见智